更重要的是我想說下寫不寫法治基金 就是昨天為了寫上法治基金的名字 美國的相關部門和我們爭論了很久 他們一直都說想將它取消 為什麼呢 他們說因為這個法治基金好像是和爆料革命牽扯在一起 論文的效果就好像不是很好 會影響它的震撼程度它的忠誠和客觀性 我們跟嚴博士說一定要寫 為什麼呢 因為嚴博士之所以出到來 包括來到美國 包括現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爆料革命和法治基金在背後的支持 我們所有的戰友的支持 所有和法治基金捐款的戰友的支持 知道了嗎 哪怕這一份報告 他們當時是這麼說的 可能會影響到白宮又或者諸如此類 我講了就算不去都一定要寫上去 嚴博士都說一定要寫上去 喏安航都在那個群裏面 是不是 我們 我向那個群裏面 我知道 爭論得好厲害 又將這個事實抹走 這個是事實 這個就是事實 必須是這樣 因為這個背後有幾多人 一分一離地進行捐助 包括了幾多人的希望 不是一個半個 我相信嚴博士都是這樣認為 不是他一個人就可以 是靠幾多個戰友最後營結出來的龍金石 第二把刀 第一把刀司法部文件 第二把刀這份報告 所以後來美國人直接被感動 好吧 寫吧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